那下边呢我们来讲这个Skana里面呢 另外一个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叫做异常 对异常 好 请你们看一下自己的屏幕 那么这个异常是什么呢 Skana提供Try catch来处理这个异常 那么Try快里面用于包含可能出错的代码 Catch快用于处理Try快中发生的异常 那可以根据需要在程序中可以有任意这个数量的Try catch 就是根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根据业务逻辑来确定到底需要多少个Try catch 对 那么处理语法处理和加瓦类似 但是又不尽相同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加瓦的这个异常 首先我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在加瓦中同学们学异常处理的时候 老实说这个异常有几种啊 大致有几种异常啊 对 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运行式异常 还有一种叫编译式异常是吧 其实准确的讲 这个说法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异常 编译异常 编译异常也好 还是运行异常也好 其实真正的异常是指什么呢 你编译他只是觉得这个代码有可能抛异常 是吧 那你想 你看我们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他说你有可能一个IO异常 那实际上这个人家如果文件在的话 其实你这个异常也不会发生吧 是不是 实际上 准确的讲我们的异常是在处理什么呢 准确的讲异常实际上 他是对这种可疑代码 或者可能出错的代码进行一个处理 实际师吧 到了斯卡拉里面呢 我告诉大家 他就不再分什么编译异常和这个运行异常了 没有 他只有一种异常 就是运行异常 明白吧 他怕这个逻辑 他就简化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夹瓦他是怎么处理的 我把这个概念拋出来 同学们 夹瓦议程呢 这有个小案例 我就不写了 我就直接给同学们跑一跑 看一看就行了 待会儿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 OK 同学们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小包 叫Exception 对 Exception E-X-C-E-P-T-I-O-N 那为了防止这个关键字呢 直接写个MyException 好吧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来写一个小小的案例 这个时候我要写一个Java文件 同学们 这个ID呢 也可以开发Java 让我写个demo 就是Java的一个异常的回顾 E-X-C-E-P-T-I-O-N Demo 01 简单回顾一下 那就写个class了 同学们 那现在呢 我们写上这个总函数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代码拿过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Java的异常 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哦 他是这样子的 假如我这里有端代码 我认为这端代码很可疑 或者说可能有异常 那这个时候呢 我故意制造了一个异常 就是算术异常 叫Arithmetical 就是我用B去除以I 而这个I呢 我故意给了一个 对 那肯定是必然要跑异常的 对吧 好 那么它这个结构呢 是Try 里面有Catch 这个Catch 是不是可以有多个呀 同学们以前在学的时候 Catch可以有多个 对 那么Finally呢 是最终要执行的这段代码 我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就说如果说抛出了异常 比如说抛出异常 这个肯定会被Catch住 是不是 那么我问大家 抛出异常以后 这个Finally 那你要不要执行 要执行 就说始终是要执行的 是吧 始终是要执行的 好的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段代码 跑一个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Java的一个 异常处理的机制 看这里 你看 它在这里呢 抛出了一个 抓住了 就在这儿 打击出来的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 捕获了这个异常的话 是不是代码 就可以得到继续执行 是这意思吧 这个可以继续执行 看看有没有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其实捕获异常 最主要的作用呢 一个是 把这个异常进行处理 那么代码能够保证 继续执行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 OK继续执行呢 其实是能够得到的 只是这个异常呢 因为你这儿 打的是系统提供信息 看起来比较吓人 如果你不输出 你不输出这个代码 就好像 好像就是 没有出什么问题一样 是吧 你看这样 不是看起来 好像是正常的吗 只是你 这边可以处理 比如抛出异常以后 根据你的业务逻辑 你是把这个异常 进行一个 再次处理 还是怎么样 那就是你的业务逻辑了 好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夹获的异常处理 基本上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try catch finally 对 好 这是我们夹获异常的 一个回顾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夹获异常的特点 第一个 夹获语言按照trycatch 这个地方应该多写几个catch 夹获 catch 答几个点 夹获 catch catch finally 方式来处理异常的 那么不管有没有捕获异常 finally是不是都会被执行 finally 如果没有异常 finally要执行吗 大家回忆一下 如果这儿没有异常 比如说 我这里写个7 这个写个7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异常的呀 那么这个finally 要不要执行 同学们 要不要执行 这个是个基本常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执行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 finally是不是也是执行的 千万不要以后 人家问你这个最基本的 你说 没有异常 他就不执行finally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同学们 不要把这些基本的忘掉 好 这是老师说的这个 那么因此呢 finally 在我们夹获里面呢 最主要是用来干什么事呢 就是去释放一些资源 比如在这个try里边 我们打开了一个文件 或者是连接了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得到一个socket 往往我们在finally里面 进一个释放 第三一点 可以有多个catch 但是 捕获这个 捕获这个异常的时候 它是要把范围小的异常 写在前面 把范围大的写在后面 是不是 那我问大家 如果把范围大的写在前面 把范围小的异常写在 写在这个后面 能不能运行 能不能编译成功呀 编译不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skynel可以 不管这边 我们把这个特点给它写 写出来 大家看 假如我这么写 这个代码就是对的 catch catch 我们先把这个小 小的异常写到这 rismatical ex 好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呢 也来说出这句话 你看这个代码也是ok的 你看 这个我们把小的异常写在前面 把大的异常写在后面 这个是可以的 在加碗里面它是支持的 但是你不能反着写 说老师 我把这个范围大的异常写在前面 把范围小的写在后面呢 马上就会编译出错 他说什么样 他说你的这个异常已经被catch了 被谁catch了 被他catch了 也就是说 他认为你这种代码是永远不可能被执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这方 你我这方一定会捕获 因为它是最大的异常 那你这方被捕获了 你这个catch就不会被捕获 那你写的代码没有意义 说说他这个在夹挖里面呢 他这样写是错的 夹挖中不可以 把把范围大的 把范围大的异常 异常写在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 否则报错 对吧 否则报错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一个夹挖异常的一个简单的回顾 简单的回顾 OK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夹挖异常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版书 好 来走一个 待会儿呢 我们就谈这个scanner的异常了 异常 异常 好 那给他来一个小小的标题 二 那首先我们来对异常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我们做了一个基本介绍 就是异常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 标题三 好 这边呢 我来一个小箭头 语法上跟加瓦 待会儿是一样的 那下面呢 我们紧接着又给大家看了一个加瓦异常的小案例 对吧 刚才我们走了一个小案例 就让大家回忆一下加瓦异常是它的一个机制 来吧 这个加瓦异常回顾呢 就是刚才老师写的这一段代码 这一段代码 好 我把这个呢 改成正确的 还把它改成正确的 把它测回去 我把这个小的异常 写在前边 把范围小的异常写在前边 把范围大的异常呢 咱写在后边 提示 这有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我把这个代码呢 给同学们放到这里 这是加瓦异常的一个经典案例 放到这了 那讲完这个过后呢 我们对加瓦的异常处理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些都是基本常识问题 好 我把这个简单的整理 注意事项呢 给大家也放到这里 对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总结了有什么三句话 总结三句话 第一句 对吧 第二句 不管有没有 注意看啊 不管有没有捕获到异常 都会执行范围 那如果面试官问你 那范围有什么用呢 那就告诉他 范围一般用来释放资源 就可以了 就告诉他 是用来释放资源的 经常用来释放资源 就OK 好 这是加瓦异常的一个回顾 那下面呢 自然就要开始讲我们的这个斯堪的异常了 我们来看看斯堪的异常是怎么得性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斯堪的异常 它的整个这个呢 结构几乎跟加瓦一样 但是呢 它开始只有一个了 它只有一个 那问题来了 它开始有一个 它怎么去匹配到不同的异常呢 它用的是 里面有个case语句 对case 那么当我们这个抛出的异常 跟我们这一个异常 注意它这个异常也是来源于加瓦异常的 它并没有做一套新的东西 听这句话啊 就是Skyler异常呢 仍然沿用了加瓦异常这个体系 所以说它只是用了它 那么这个呢 它匹配 如果你这抛出一个异常 匹配到 Arrhythmatic 就是一个算术异常呢 我就执行这句话 注意 这后面呢 是一个代码块 这个是捕获到 或者匹配到一个异常 这个箭头代表 后面是我们处理的语句 那如果捕获到 匹配到这个呢 就执行这个 最后仍然有个finity finity呢 也是最重要执行的代码 好 同学们 那时间的关系 老师就不写了 直接拿过来 为我所用 来吧 我们现在写一段 Skyler的异常 处理 好的 Skyler Skyler的 Exception 那么一个Demo 给它写成Object 那同学们请看代码 好 站到这儿 好 我们先来 对这儿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这儿写上几句话 做一个小说明 各位朋友 第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在Skyler里面呢 Skyler中 只有 只有一个Catch了 这是第一个特点 同学们刚才看到 第二个地方要注意到 一个Catch里面 可以有多个Case 而一个Case呢 就可以去匹配 一种一场 在这个Case中 在什么呢 在Katch中 有多个 多个Case 每个Case呢 可以去匹配 每个Case 可以匹配 匹配 一种一场 一种不叫一个 叫一种一场 具体来说呢 比如说这个语法 比如这个语法 那么第三点 我们来看到 第三点呢 同学们注意看到 它这个是一个关键 这是一个关键符号 就不能改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关键字 关键符号 关键符号 不要改 表示后面 后面是 异常处理的 对这个异常 是对该异常 该异常的处理代码 这个代码呢 可以是一个代码块 可以是个代码块 如果是一句话呢 你就写到后边 如果是多个 你可以这样写 就是你可以写个代码 块在里面 就可以写很多 比如说我写两种吧 这个我写了一个代码块 下面是一句话 OK 好 还有第四 这个就可以了 最后第四点 就是finally呢 也是最终要执行代码 finally最终要执行的 最后最终要执行的 好 同学们 我们来跑一下 看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你们看 我在这个可疑代码里面呢 用实出一个0 编译器 知道这边肯定会抛一个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呢 会被他捕获到 捕获到以后呢 我这就输出了一句话 输出来一句话 过后呢 这个代码就不会被终止了 大家看 我在这写一个 OK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我们看最后这个代码 有没有被执行出来 好 请大家看我运行的效果 我运行过来过后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他说捕获到这个异常了 而且呢 finally也被执行了 最后OK继续执行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 Skana里面的一个 异常捕获的一段代码 大家一看呢 也很清晰 也很清晰 好 把这个异常处理说完以后呢 我们来谈谈他的细节问题 好 关于这个Skana一场处理呢 我大概总结了 有这么五点 大家呢 low year 我们学习 基本上就是个思路 先比较一下 传统是怎么做的 然后呢 做一个基本介绍 然后扣扣细节 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看 Skana一场处理 有这么几点 需要大家 有个印象 我们将可疑代码 封装在try 块里面做 在try块里面呢 用开始来处理 这个异常 注意啊 你不处理 你不处理这个程序 就会异常中断 如果你处理了 那么程序就不会异常中断 其实我们处理这个异常 最主要的目的 能够保证我们程序 在出了异常过后呢 仍然可以继续执行 不会因为一个异常发生 导致整个程序崩溃 它其实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第二点呢 同学们要注意 使开了异常的工作机制 跟加瓦一样 但是它取消了 check it 就是编译期的这种异常 即 实际上没有编译异常这个概念 所有的异常都是在运行时候不活的 有时候在编译的时候 它不去管这些事了 不去管这些事了 它认为没有必要分 什么编译 反正就是你出了问题 你觉得代码有问题 你就try catch 你觉得没问题 你就走 对吧 到时你程序出了问题 你再把这代码改一下就行 所以它这个倒是一种很简洁明了的一种处理方案 所以它这做了一个改进 第五一点 注意听 stroal关键字仍然是有的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做这个业务逻辑的时候 我们去自定义一个异常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大家看 用stroal关键字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所有异常都是stroalable的一个指雷 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追下原代码 stroal表达式是有类型的 就是nothing stroal就是抛出异常是个nothing 因为nothing是所有类型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stroal表达式 写在任意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抛出一个异常 而这个异常的类型呢 又是个nothing 那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变量和函数 都可以去接收和处理这个异常 好我们写一段代码 还是老规矩啊 同学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再一步一步的敲了 我们把这个简单代码拿到我们这里来 该做一个演示 我们这儿写个叫stroal这个测试 好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高效一点 stroal的一个demo demo好的 我们写到这儿来 各位同学 代码很简洁 完了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稍稍的整理一下 同学们稍等一下 可能这个格式当时没有处理好 当时没有处理好 好的 这样呢 就可以了 好 我这里面写一个自定义的异常 比如说我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一个异常 自定义 我的异常 异常 异常出现 比如说我写的异常出现 出现 不是出血 异常出现 好 同学们来 我们看看 我们来玩一把这个吧 我们来玩一把这个 大家看到这里 我调用一个test 那么这个test呢 我在这里面什么都没干 我扔出了一个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呢 其实这个异常就会 因为你扔出去了嘛 所以说我在这个res呢 就去 相当于拿到这个 你扔出去的异常了 拿到这个异常以后呢 我把这个异常的信息 图示准打出来一下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写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往下走 大家看 异常出现了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扔出了一个异常 我在这儿 sro掉一个异常 就是test 我sro掉一个异常 然后呢 我这地方 打这个OK 请问 这个OK 有没有被输出 有没有被输出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往下走 我们往下 一看到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去输出 为什么 同学们 是不是 因为你扔出去过后 这个地方并没有处理 你没有处理 你肯定人家不管 除非你怎么办 因为你扔出了 那你要么你处理 要么你继续再扔出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又没扔出 你又没有去捕获 所以说这个代码 就没法往下玩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针对这个代码 如果你认为 这个test可能有异常 那么你就要去捕获 或者去死肉 那你看 我为了保证代码能处理 那么我的代码 应该这样做一个改进 来 同学们请看 我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希望 在这个test test 抛出异常后 抛出异常后 代码可以 代码可以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则 则我们 需要 需要 处理这个异常 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简单的很 就相当于说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这有一段代码 很危险 这段代码很危险 然后呢 我就catch 我就catch catch 然后最后这个finally 你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catch finally 这边写个case ex 比如说 我就随便写一个 走 然后这边 我们把这个异常 抓到 把这个异常 打出来 看下 那么你这个异常 我们这拿到 这个异常 收出来 因为你 你这个异常到这 就会被他捕获到 这个异常是谁呢 就他 是不是他呀 肯定是他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看看 这个异常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了 或者捕获到了 一个异常 捕获 或者叫捕获 捕获 捕获到 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是什么呢 ex 点 get message get message 好 finally呢 你也可以写一个 也可以不写 写个空的在这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处理了 我为了 在这个态度抛出异常以后 可以继续执行 我用try catch 这个机制 对他进行处理了 那么我们看 关键是看这里 我们这个地方 异常是不是拿到的 这个 你就写的这个异常 比如异常 咱们给他编号 number 1 number 1 好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执行的效果 走一个 走一个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去处理了 所谓代码呢 ok 是没有问题 继续执行的 而且呢 捕获到的异常就是 刚才我们自己在这 写的这个异常 那将来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逻辑呢 在你的代码里面去 比如说 我们有一段代码 哎呦 跑出异常了 那假如 我们要去处理 我们可以用try catch 这样去处理 好的 这是我们写的 关于这个 实入表达式的 一点说明 一点说明 好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玩 下面 第4一点 在scala中 借用模式匹配的思想 来做异常的匹配 因此 catch代码块里面呢 是一系列的 case指句来捕获匹配的 同学们可以从这 也看出来的确如此 比如说 看到没有 case 但他也可以写 写很多case 可以写很多case 他是用case来匹配的 还有一点呢 如果 如果有多行 我们也可以换行 比如说 说老师 我这里有好几行 怎么办呢 可以写换行 比如说你这写完了 过去 你可以再写一点东西 好 可以的 这是 讲的这个 第四一个 第五一个 注意听 第五一个呢 一伙补偿的机制 和其他语言一样 如果有异常发生 开始指句 是按秩序来捕获的 因此 开始指句中呢 越具体的异常 应该靠前 越普遍的异常 应该靠后 也就是 范围小的 往前面写 范围大的呢 往后面写 那么 如果把范围 普遍的 就是范围大的 异常写在前面 把具体的异常 写在后面 实看了呢 也不会报错 但是这样写 是不好的 编程风格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实看了 你把那个范围小的 写到后面 它也不报错 但是呢 没有意义 你比如说 老师 在这儿 再加一句话 再加一句话 case 好 我认为 这儿还有个异常 算术异常 对吧 我说 我写一句话 捕获到了 捕获到 得到 得到 一个算术异常 一个 算术异常 你看它 也没有报错 其实你 你这个地方 是没有机会 得到执行的 它也没报错 你运行 它也可以的 它也可以 你看 它代码仍然是 按照刚才的一个 流程来执行的 对吧 但是呢 你这样写 没有什么 太多的意义 太多意义 即使你这儿 比如说 说老师 你这儿不是 exception 刚好匹配到它吗 你看我把它 假如我乱写 我就写一个 sorymatic 我这儿勾建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一层 比如算术异常 算术 算术异常 OK 好 你看 我这儿人 都是一个算术异常 按理说 其实它最好 是用它来捕获 但是呢 因为你上面 这个范围大 它仍然没有机会 捕获到这儿 因为它匹配到一个 它就不再去匹配了 来 再跑一个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次呢 我们捕获到异常 是什么呢 算术异常 你这个地方 仍然是 没有得到自信的 但是它也不报错 它也不报错 好 知道这个逻辑就行了 同学们 这是我们讲的 第五一个细节 第五个细节 好了 我们再看 第七个 finally 指句呢 不管执行 它执行 不管是正常处理 还是异常处理 都要执行 这点跟加瓦一样 所以说 我们在scana里面 也经常会在这里面 写上什么代码呢 就写上 对这个try里边的 try这个代码块中的 这个资源的分配 资源的分配 比如说 你们将来 再去做大数据处理的时候呢 可能是 数据是从文件里面读取的 一个大文件 比方说你读取大文件 那么那个文件 肯定要打开 有个文件的一个指针 或者是引用 你在这里面关闭 对吧 也有可能你将来 这个数据 是从一个数据够读取的 那么你要把一些 资源的这个关闭啊 等等 缓存的清理啊 等等 你要在这个finally 里面进行一个处理 好 这是同学们要注意的 第八一个 同学们最后一句 第八一个 Skyler提供了 Srose这个关键字 来声明这个异常 可以使用方法定义 声明异常 它向调用者函数 提供了此方法 可能引发的异常信息 有助于调用函数处理 并将该代码包含在 TryCatch中 避免程序 它的目的是 以避免程序 异常中止 那么在思考中 可用Srose注释 或者叫注解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我给大家举 第八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叫Srose一个声明 那么把这个讲完 我们再做一个版书 好同学们 我们再写一个小案例 Srose注解 来吧 Srose Srose 这个comment comment 好的同学们 看一下这个案例 走一个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个代码 我就给大家放过来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写一写 大家以后看到这个 不要觉得很奇怪 对面看 我这里有一个准函数 调用了F11 而这个F11呢 这个F11 它在这里 我用了个注解 去声明将来 可能抛出一个 number format exception 那这句话 大家可能现在有点看不懂 这个地方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句话 等同于我们Jawa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Jawa里面的 number format declass 其实就是获取这个类的信息 就告诉他 我要抛出的这个异常 它是这个类型的 这个类型 你看我这故意写了个 ABC to int 现在这个地方就会抛出 number format异常 这个在前面我们讲过 好我们来用一下 我们来用一下 你看这一支形 对吧 这样一支形呢 肯定就有一个异常抛出来 看到就这个 他说ABC有个异常 当然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想这个程序继续执行 你在这地方呢 把它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以后看到这个呢 就是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别人声明了 说我这个F11就会抛一个异常 好 就会抛一个异常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一个 第八一个 好 同学们 那现在我把异常的这个部分 给大家进行一个反书 大家呢 简单的回忆一下 好 我们来讲 Sky的异常的处理 好 我们刚才讲Sky的异常 讲了什么东西呢 首先 我们举了一个 Sky的异常的案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我们的代码是放在这里的 就这么一个小案例 对吧 TryCatch这些 同学们一看 也就很清楚了 就是Sky的exception的一个Demo 这写了个10 然后里面有代码 写到进去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案例 给大家放到这里来 把这个案例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Sky的异常 异常里面需要注意的 有那么几个细节 好 把这些细节给同学们拿一下 好 异常处理的八个 点 好 总结一下异常处理的八个点 那第一个 第一个 在Sky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将可疑代码 大家看 可以将可疑代码 封装在踹块里边去 然后呢 用开始来进去捕获 它主要的目的 一旦你处理了 就开始处理程序以后呢 程序将不会异常中止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价值 第二点呢 在Sky的里面 大家以后要记住 Sky的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编译期 异常了 就它全部认为都是运行时发生的异常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呢 使用这个Srow这个关键值 可以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那比如说 我们在后面的那个案例里面 就会有说明 就是这儿 这儿写的这个案例 哪里呢 就这儿 就这个地方 我们写了一个抛出异常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把这个 这一句话 给大家拿到这里来 拿到这里来 给大家放到这儿吧 OK 来 截取一个小小的代码 OK 那么第四一点呢 需要同学们有一个印象的事 这里 Sky的里边呢 它用的是模式匹配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异常的捕获 或者是处理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写到这儿 前面的代码也能看得出来 这儿写的 前面案例可以看出一个代码 对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了 苏老师 那个模式匹配 就这么一点东西吗 模式匹配后面我们还要详讲 就是后面还会详细的 说模式匹配 好 第五一个 就是同学们要注意 就是尽量把 在Sky的里面呢 我们尽量 叫做越具体的异常 越写在前面 越普遍的异常写在后面 但是呢 就是Sky中 你反过来写也不会报错 但是风格 咱们不推荐 就至少 如果同学们看到一个面试题 别人故意把这个 这个大的异常写在前面 把小的异常写在后面 你也不要说 你要写错了 只是这种风格呢 不好 不好 就是说 在这里写 Sky的 把具体的 反制 就是风格 要注意这个风格问题 好 我把这个呢 也给同学们 写到这里 就是他反过来写的话 就做 做这个处理 好 我们看第六一个 第六一个呢 就是finally 仍然是经常用来做支援清理的一个工作 好 最后 这是 这个是这个 最后一个 这个是Skyla Skyla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Skyla 把它抛出来 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好 写到这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搬过来就行了 就这种画 这种画 这么少了一个呢 123 这个拿过来了 第四一个 没沾过来吗 第四一个 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第七一个 这么少了一个感觉 是不是排的有点问题 是吧 排的有点问题 好 把这个放过来 把一个 好 把这个拿过来就行了 好 好 我把这个呢 给同学们板说到这 好像是有一个地方 待会我们再找一下 好 同学们 注意这个细节 那到此呢 这个异常 我们就先给同学们介绍这些 继续一段视频 我们就先给他打电话